这秘密 寡人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你是第一个听到的 其实 这并非是我见到的第一幅画 我还见过许多 并且他所会之事 无论如何离奇 不可思议 都已经发生了 在下只想知道 陛下的话究竟从何而来 寡人也不知道 这始作俑者究竟是谁 总有一个神秘人 以各种奇异的方式 将一些话送到寡人手上 这些话 让寡人无比恐慌 寡人一度命宫中加强戒备 却无论如何 都挡不住 那神秘人将话送进来 也查不到那个神秘人是谁吗 丝毫线索都没有 陛下 按照您方才的意思 你还要给我看什么 你知道 我这面具后 是何面容吗 嗯 怎么会是你啊 雪莉 雪莉 你没事吧雪莉 小虎哥哥 明镜姐姐不见了 走了 下温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需要你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没事 喝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军 军 你就是琉璃国女国主啊 那你为何又在那子流阁中出现呢 这些月是未来的话 与你又有何关系啊 军军只是一时草拟之名 寡人之名换作青梨 去子流阁其实只为见你 见我 对 见你 为何 只因话中早已有所遇事 陛下你 乃是堂堂一国君主 竟然会依一副话而行动 寡人这样做 自然有寡人的道理 也罢 我就将这些事情讲与你听 不过 你万万不可告诉其他人 那当然啊 我敏俊非说到做到的 事情要从一年前 寡人生的一场大病开始讲起 那时寡人病重之至 只觉得命之将尽 幸将死去 谁知那一夜 当寡人独自静静地躺在床上 休息的时候 身上却似是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只见你当日光 竟从寡人身体中明然而出 谁 陛下 是我